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记者多点探访 甜鲜香辣家混搭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端午佳节将至 粽子界也卷起来了 官网破裂半年多未修复 大片农田耕种欲难题 群众极难筹判为何久拖不绝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揪四风 敢做扇梅抓落石 今天继续关注大抓落十年 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行李入住苹果公寓 发现房内有摄像头 究竟是谁装的 消费者要求赔偿 是否有法律依据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维权出击 顽皮鸵鸟半夜工地溜达 民警合力抓捕三小时 民警感叹 这比抓犯罪嫌疑人还要难 一条绘制着五彩斑斓鲜花图案的斑马线 走红社交平台 吸引众多网友前往打卡拍照 交警则令限期恢复原状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是非遗传承人周末特别节目 今天关注的是 上饶岩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联四纸制作记忆传承人汪玲 看上饶岩山特产 联四纸是如何造出来的 重复购买了演唱会门票 猫眼平台退票 却要收50%手续费 消费者觉得不合理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各位中午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5号星期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五尖版 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每年端午节前后 我省各地都会举办 行事多样别具特色的 赛龙州民俗活动 前天吉安万安县百家镇 龙州广场就举行了一场 龙州热身赛 三支队伍你争我夺 这端午节的感觉 立马就来了 在万安县新安湖的江面上 选手们喊着整齐的口号 配合着鼓点 甩开膀子奋力滑奖 奋力一搏 龙州在水中及时 快速驶向终点 江面上也荡起躲躲浪花 四个回合的比赛 吸引了上千群众观看 不少人还是从 相隔十多里远的地方赶来的 大伙儿呐喊助威 场面好不热闹 加油 加油 然后打起来的时候 滑起来的时候 但是大家很有激情 很开心 很乐在其中吧 我是来自河南的 在万安创业已经有十多年了 每一年都会来观看龙州赛 这种氛围非常好 看到讲手们 奋勇争先的这种精神 直到我们创业者借鉴学习 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看完龙州赛 咱们再去赣州石城县 龙岗乡水庙村 盗鱼重养基地 欣赏一场农事比赛 其实插秧队伍35名选手 在各自划分好的田块里 展开比拼 参赛选手们 左手钻秧把 右手插秧苗 伸一脚浅一脚 在水田里插起秧苗来 一排排嫩绿的秧苗 整齐有序的 迅速延伸开来 当地学校还将课堂 搬到了水田 开展趣味劳动课 捉泥鳅 让孩子们体验 劳动的乐趣 本节目素材 由新闻社工提供 还有十多天 就是端午节了 说到端午节 吃上面 这粽子可是主角 今年市场上端午节的粽子 都会有些什么口味 什么口味热销呢 下面跟随记者去瞧瞧 22号 记得在南超市粽子店 较为集中的 万寿宫棉花街看到 家家都有不少美食家 在选购 我借给你们 什么口味的 买得比较好 南无国牛克买得最多 这种传统的 传统的 鲜鲜鲜鲜的 都买得多 万寿宫棉花街的粽子 常年开买 眼看这快过节了 软糯鲜香的粽子 必须安排上 又过节 就想多买点 尝一下 你准备买多少个 我准备买 20个吧 两种口味 各10个 就是 一个传统的肉粽 还有一个大黄的 这马上过冬午节了 我们也是磨码而来的 说南昌的粽子好吃 南昌粽子的包容性很大 咸口 甜口 什么花样都有 梅干菜肉粽 香肠肉粽 双黄蛋肉粽 蛋黄板栗肉粽 香菜牛肉粽 碱水粽子 红豆粽子 蜜枣粽子 豆沙粽子 真是数都数不过来 价位一般在 三元至六元之间 10个大肉粽 10个大肉 还有别的 两个铁血 平时不是喜欢吃 这些什么样的口味的 就是肉粽吧 还有这种大法的 我觉得可能是 还是传统的 比较有 说服力跟有意义吧 因为刚好到端午节 我们传统的节日嘛 你要吃传统的 更有感觉 在天虹 万家 长生等几家超市 粽子5月15号 开始陆续上柜 多以礼盒形式出现 价位在59元 到209元之间 以传统口味为主 当然 有传统 也就会有突破 在粽子花样上 虽然说 线下口味 二三十个 已经不少了 但在网络上 还可以看到 不下一百种的口味搭配 例如 抹茶红豆燕麦粽 紫米玉泥奶酪 草莓燕麦粽 奶黄流心粽 蟹黄鱼子粽 简直不要太详细 可以说 万物皆可包进粽子 这一点 南昌粽子界 不带含糊的 卷就要卷出新高度 这家蛋糕店 去年就加入了 销售粽子的大军 当时推出的 鲍鱼蛋黄肉粽 很受欢迎 今年继续搞起 我们这个鲍鱼 中卖得很高的 我们的鲍鱼 都是在那个菜场 现买现沙的 然后现烧的 然后就很新鲜 我们的糯米 也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是五肠糯米 外面整个南昌市 没有人会用 五肠糯米做粽子 我们家粽子就是 虽然贵 但是它好吃 那么回购很高 更有刻苦钻研的老板 看到去年 人家有新品推出 全家经过反思 今年也有作品推出 看着大广告牌 2024年5月12号 首创网红特色 剁椒肉粽 真是创意不一般 怎么会想到 用剁椒来做粽子 因为我们南昌人 都是喜欢吃辣的 所以我们就 是咸口的是吧 对 你们有肉吗 有 也有肉 有牛鱼 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 因为我们平常外的 都是一些传统的粽子 那我们也想研究一些新品 来给广大的食客来吃 他们都很愿意接受 这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 经常研究 研究这些新品 后来就研究了一个 别说新品 还真是吸引了不少人 洪女士说 为了顾客 不能不花心思呀 做粽子 卖粽子 现在已经很卷来了 对 确实很选 如果说你一味地 做传统的 然后的话 顾客他吃了 肯定是会腻的 所以还是要做一些 新的东西出来 快去看看你喜欢的口味 市场上有没有 过节吃 过节前也可以吃 当然粽子好吃 花样也多 但点到为止 不然肠胃就会闹意见了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闻着花香 感受江西的夏天 近日在宜春万载白水香 当第四千多亩 龙牙百合花 陆续进入了盛花期 空气里都弥漫着 淡淡的芳香 朵朵百合 娇艳绽放 从5月22号开始 热情迎客 在万载县白水香 朵朵绽放的百合花 宛如大自然的画作 色彩柔和 清新脱俗 闻一闻花香 拍一拍美照 还有身着旗袍的游客 在花海中巡游打卡 一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德胜谷 特邀请外国友人登台体验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 一边赏花 一边感受传统的 非遗文化 闻着百合的清香 感觉心情都舒畅多了 太震撼了 我觉得百合花特别的美 我拍了很多 我喜欢的照片 今天还能在现场 看见万载德胜谷 因为我是外地人嘛 第一次看这种 感觉很精彩 真是不需此行 万载县白水乡 龙牙百合种植 有着900多年的历史 是全国有名的 百合种植基地之一 近年来 当地通过举办百合文化节 打造百合乡村旅游景点 连续多年 游客超5万多人次 拉动旅游消费600多万 去年还让百合粉 百合食品加工等 产值达到600多万元 夏天限定芳香 少不了枝子花的味道 连日来 吉安永丰县各地的 黄枝子也尽香绽放 走进陆刚乡文龙家庭农场 白色的花朵布满山坡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清新脱俗 叶子浓绿欲低 以花朵相应承去 游客们闻香而来 拍张鲜花特写 或以花丛为背景 来张大合照毫不惬意 据了解 黄枝子又名枝子 山枝子 果实胃苦寒 含有黄色素 有清热泄火 凉血等功效 在山坡上 村民忙着给枝子除砸 采摘 而农场每年都吸纳 许多村民务工 今年的枝子涨势良好 去年的产值150万 今年的行情比去年高 预计收入一刷增加 在我厂里 经常有34个人 常去务工 每年发工资 大概四五十万 本节目素材 由新闻社工提供 前不久 吉安市 岁川县 五斗江乡 木洞村 一名八旬 龙牙老人 前往山中摘纵叶 不料老人一夜未归 家人苦苦找寻了 一天也没找到 只好向村干部求助 最终经过 当地派出所 乡干部 蓝天救援队 等人合力寻找 持续六天午夜 搜寻之后 终于在山林中 一处地窖 发现了老人 5月16号晚上 岁川县 五斗江派出所 和五斗江乡政府 接到木洞村 村民求助 说家中老人 已经有两天未归 老人姓曾 80多岁 并有语言交流障碍 接到报警 我们立即组织人员 查看所有路口的监控 并没有发现老人的身影 初步判定老人应该还在本村的范围之内 5月17号一大早 当地组织民警 蓝天救援队通过无人机 对老人居所周边进行搜索 但直到深夜 依然一无所获 而此时距离老人走失 已经超过三天 5月18号开始 当地又继续组织乡村干部 民警村警 退伍老兵和志愿群众 共40多人 分成几个搜救组 进山地毯式搜寻 终于5月20号上午10点左右 在后山约500米距离的一处地窖中 发现了老人 大伙合力将他拉了上来 老人满身黄土有些虚弱 在场的村民赶紧拿来吃的喝的 给老人补充能量 事后记者了解到老人是采摘粽叶时不慎踩空跌落地窖的 在被困的这些天里 他靠地窖里的积水冲击度日 值得庆幸的是 经过医生检查 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昨天上午江西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新闻发布会在南昌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汽车已旧换新最高有1万元补贴 据介绍江西省商务厅日前牵头15部门制定了江西省推动消费品已旧换新实施方案 统筹安排2亿元真金白银围绕汽车家电家装除卫 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 省市联动支持汽车报废更新 自2024年4月24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 对个人消费者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 或者2018年4月30日前含当日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 并购买纳入工信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 或者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 给予一次性的定额补贴 对报废这两类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补贴1万元 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 并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补贴7000元 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 可以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 或汽车已就换新小程序提交补贴申请 江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 我省加大了金融服务力度 鼓励银行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 降低汽车贷款首付比例 合理确定汽车贷款期限信贷额度 对自用传统动力汽车 自用新能源汽车的贷款 最高比例可达100% 即实现零首付的购车 鼓励保险机构进一步丰富汽车保险产品和服务 为消费者提供有效充足的风险保障 江西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旧换新实施方案 早在4月29号就由省政府印发实施 记者走访汽车卖场发现 已旧换新的政策正在市场中产生积极影响 不少品牌还配套拿出优惠措施 让利消费者 10%以上是这种客户 是因为国家推出这个政策 才来看车 购车 有旧车需要置换 就会把这个补贴政策给客户进行宣贯 优惠是可以叠加的 大多数品牌都有厂家的一个补贴 2000到8000一万不等 这个看各个品牌的一个力度 然后的话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地方性 也会给相应的一个补贴支持 想换车了 这个车放在家里也不好 已旧换新刚好可以满足消费者 这个推动市场消费 这个真的还可以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家电家装领域的已旧换新 各种福利同样有不少 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 在家电已旧换新方面 江西逐力完善家电已旧换新 循环体系 健全废旧家电回收体系 畅通家电更新消费链条 省级层面将安排资金 发放一批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券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积极开展家电已旧换新活动 对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 急于补贴 据介绍 接下来江西省商务厅将结合 2024江西消费促进年活动安排 抓住端午 暑期 中秋 国庆等 旺销时间节点 省市县联动举办一系列 家电家装除味已旧换新活动 让消费者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在四平电器南昌北京东路店 工作人员介绍 家电换新活动将于5月31日 全面启动 而且联动了银联等机构 把最大的实惠让利消费者 享受最高可以节省到 10个点的一个会面补贴 就这场活动的价格 一定是会等同于 或者低过于618的价格 我们有个保驾承诺 正在选购空调的周女士说 这样的实惠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家里有个空调坏了 所以夏天趁着这个618的机会 想换一个已旧换新 政府这个政策挺好的 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 我觉得还不错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中午好 欢迎走去京都世界上站 近来我们省阳光在线 白天热意明显 昨天全省最高气温 大多在30到34度之间 雾炎和上里还达到了36度以上 预计今天这样的天气状态 还会持续 全省今天见多云 局部地区的午后到傍晚 会有震雨或雷震雨 今天全省最高温度会达到33到35度 中午前后还请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晒 明天雨水会逐步发展起来 白天云性明显增多 全省多云转阴 局部地区会有震雨或雷震雨 到了晚上 全省阴转阴雨或雷震雨 部分地区会有中雨 局部还会有大雨 雷雨来时 局部地区伴有强烈电 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的天气 请注意防范 以下是各地天气 南昌多云25到33度 九江秦转多云23到34度 福州多云24到33度 景德镇多云23到34度 上饶多云23到34度 樱潭多云24到34度 宜春多云23到34度 新鱼多云25到33度 平乡请转多云25到36度 吉安请转多云25到34度 赫州多云24到32度 以下是部分现市区天气 稍后您将看到 官网破裂半年多未修复 大片农田耕种欲难题 群众极难筹判 为何久拖不绝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 纠四风 赶坐扇煤抓落石 今天继续关注 大抓落十年 关注我省作风建设 行李入住苹果公寓 发现房内有摄像头 究竟是谁装的 消费者要求赔偿 是否有法律依据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维权出击 风弹势必 腰疼 腿疼 疼 喝红毛药酒 吸引疼痛 颈肩痛 手腕痛 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降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保力量 始终半年同行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书筋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书筋剑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吸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既是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2024重磅巨线 瑞士名表有限公司 上海中央建筑口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江西二套瑞士名表展 5月25号到5月31号 在南昌市赶江宾馆 盛大巨型 欧米嘎 浪琴 梅花 浪池 英纳格 三度市 天梭 罗马等十多个瑞士 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联合让利 上千种名表款式 从瑞士一战直达 宣布2.55这起 机会直销 经典梅花宇宙系列万表 时长价6900元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大师系列 南市万表 时长价14880元 现实特价498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太平洋系列万表 时长价18800元 现实特价6980元 国务时间5月25号到31号 闭直南昌市赶江宾馆 名呼我为 新联新 网络问证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经历打造赶问平台 坚速击败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项 全媒体曝光推动 您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进 及时应群众认 干问平台24小时 为您守护 来关注今天的直面问题 揪四风赶坐善为抓落实系列报道 有家住赶江新区新崎州管理处的观众 向我们反映 他承包的农田里埋了污水管网 去年管道爆裂之后 一直没有修复 农田无法耕种 赶江新区新崎州管理处 汉平村村民周兰文告诉记者 眼前这片近60亩的农田 是他承包的 横川农田下方的一条污水管道 不时会出现污水泄漏的情况 去年7月份 一场大雨把污水管网撑爆了 它种植的河苗被大面积淹没 周兰文告诉记者 因为河苗被大面积淹没 去年他承包的56亩农田 只收到了1万多斤粮食 周兰文认为 因污水管网爆裂 导致农田收成下降 当地政府应该适当补偿它的损失 为此他也曾多次找到 干江新区新齐州管理处的相关职能部门 希望就是国家把去年的损失 给我多多少少赔上一点 是吧 农民真的是很苦 找个管理处 环保局 城管 开发区 我们新州管理处 大队 去年基本上是找这些单位 都是也不会给我管 大概也是不会给我管 记者在现场看到 横穿农田的污水管道爆裂出污水 源源不断的涌出 污水出口的下游农田 被冲刷出一条深沟 村民周兰文告诉记者 现如今农田无法蓄水 一下大雨 污水又可能再次淹没农田 真的没办法种了 这个污水管道 真的是一下大雨 盆涌出来的水 叫我们怎么种 直接泡荒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污水管爆裂快一年了 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修复呢 这问题卡在哪里呢 调查继续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首先来到了赣江新区 新齐州管理处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农村经济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 农田的污水管网 曾经进行过维修 但是碰到大雨 就会被水冲掉 现在他们还在想办法维修 记者注意到 新齐州管理处曾挂中国南昌 中医药科创城的牌子 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合属办公 对于周兰文反映的问题 2023年7月20号 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 城市管理办公室 曾在干问平台做出回复 管网由于管道内水量过多 压力过大 导致管网多数破裂 以委托第三方公司 对该管网进行评估 后续将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修复 现在距离这次回复的时间 过去9个多月了 为什么污水管网爆裂后 仍然没有得到修复呢 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了科创城 城市管理办公室 这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农田的污水管网 是南昌金开工匠 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的项目 至今没有验收 也没有移交给科创城 城市管理办公室管理 这是因为新奇州 在2019年5月之前 归南昌市金开区管辖 之后化归为干江新区执管区 致使有的项目完工 没有交接 而污水管网爆裂后 本着解决群众诉求的原则 城市管理办公室 对整个污水管网 进行了细致排查 发现整条污水管网破损严重 管网维修的设计规划 等前期工作已经完成 计划近期启动施工 如果是一个小洞 那没关系 那我很快就可以 它不是一个小洞 基本上全部都是洞 除了你那里涌出来的 别的地方也有剩漏的 基本上全部是我干 而关于污水管网泄漏的水 是否会污染农田的问题 干江新区新奇州管理处 社会发展部的工作人员表示 曾做过检测 因为它是污水的 对不对 它是污水的 然后那个应该是比较稀条 然后有便利中心去写生态 然后生态也出了检测报告 说乌兰没有乌兰 这个这个情况 至于周兰文 农田因污水管网爆裂 导致农作物减产提出补偿的问题 干江新区新奇州管理处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农村经济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 而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周兰文提出的补偿问题 应该找新奇州管理处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对周兰文要求补偿一事 新奇州管理处社会发展部的工作人员表示 需要新奇州管理处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和汉平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商讨 都市频道记得报道 几年前 省委省政府就完善干江新区管理体制 出台过文件 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协调 做和有关市权 物权 财权等各项事务的交接工作 确保新区能够接得住 管得好 不过刚才我们看到 一处污水管网爆裂快一年了 迟迟没有修复 不仅农户的赔偿问题没有解决 春耕也受到了影响 尽管这个问题涉及行政管理职权的调整 和跨部门的协作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我们想问 这些工作真的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吗 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 面对村民的诉求 希望干江新区的有关部门 主动作为狠抓落实 加强工作协调 确保不务农时 防止出现行政管理职权调整的后遗症 对于此事 我们将持续关注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提醒时间 来关注今天的清血小课堂 血液粘稠有三高 怕心梗 脑梗 中风偏瘫的朋友 快看清血小课堂 清血小课堂是由清血专利 要清血八卫片冠名播出 清血八卫片 祝您血液轻 血管通 心脑好 大家好 我是阿志 今天我想跟大伙聊一聊 高血压 高血糖 光降指标行不行 现在很多高血压 高血糖的患者 每天就是靠吃药 维持血压和血糖的指标 一旦哪天都没有吃药 那指标就蹭蹭往上涨 药是吃了一大堆 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而且长期吃药 还会对身体带来一些副作用 第一 不利于血管健康 如果长期服用降压药 就会给血管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天天服用降压药会导致身体里的血管变薄 而且很容易导致血管出现硬化 从而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对于患有高血压的患者 如果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 就会导致病情恶化 第二 引起体内的尿酸升高 长期服用降压药 不仅会对血管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而且很容易出现尿酸升高的现象 长期服用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流失 或者导致体内的水分减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引起尿酸值升高 如果无法将体内的尿酸排出 就会导致身体的多处 关节出现肿痛 第三 加重肝肾负担 咱们的肝脏是具有解毒的功效 而肾脏具有代谢的功能 如果长期服用 就会导致肝肾功能出现异常 第四 导致血管变脆 虽然降压药能够快速地降低血压 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疾病 而且大量的服用降压药 会导致毒素沉积在血管壁上 如果长期的服用 就会导致毒素沉积的越来越多 最终导致血管出现硬化和变脆 很多高血压 糖尿病的调理方法 就是靠吃药维持指标 可是吃的药越多身体的结构 损伤就越来越严重 从方向上已经错了 即使血压血糖降下来了 但人的体质也好不到哪去 所以要控制好血压血糖指标的同时 还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你看高血压多数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造成的 如长期酗酒 爱吃油腻的食物 容易激动等等 高血糖主要是因为长时间 摄入过多含糖量过高的食物 缺乏运动 这些都会导致止质垃圾 或多余的糖分无法及时的代谢出去 沉积在血管壁上 造成了血管的狭窄 通过血管的侧压力就会一直升高 所以针对高血压 高血糖 在控制指标的同时 一定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您还可以积极地服用 像猛奇清血八维片 这一类的清血药物 清除咱们血液当中 多余的胆固醇和纸质垃圾 净化我们的血液 好了 今天的清血小哥堂 我们就说到这儿 再次感谢猛奇清血八维片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电视机前 血年血仇有三高 怕脑梗 心梗 中风 偏瘫的朋友 请记住 一定要立即清血 好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近日南昌的罗先生 通过我们的热线向我们反映 今年的5月8号 他与女朋友入住了 红果滩万达广场的苹果公寓 短暂休息之后 他准备关空调退房 就在这时 罗先生意外地发现 在空调排水管里 隐藏着一个类似摄像头的黑色物品 出于好奇 他扒开一看 整个人都惊呆了 记者从罗先生当时拍摄的视频中看到 这个疑似摄像头的黑色物体 隐藏在空调排水管上 如果不仔细看 确实难以发现 罗先生告诉记者 根据他的观察与分析 这个隐蔽的黑色物体 就是摄像头 罗先生说 这个摄像头正对着床位 卫生间和浴室 基本上是无死角排到房间内所有地方 想到自己和女友的隐私可能被泄露 罗先生非常气愤 当即报了警 那么好端端的空调排水管上 怎么会藏有摄像头呢 究竟是谁安装的 对此 罗先生认为 作为酒店方 苹果公寓 应该保证房间的安全 以及保护客人的隐私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后 罗先生也找到苹果公寓负责人 黄女士了解情况 可对方的态度让他难以接受 罗先生说 苹果公寓不仅态度差 还反咬一口 随后 记者和罗先生一起来到位于 红骨滩万大广场A1号楼 10层的苹果公寓了解情况 此时 苹果公寓负责人黄女士外出不在 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5月8号当天 罗先生和其女友开的是终点房 不到三个小时 罗先生就发现了摄像头 而作为苹果公寓 每天都会安排人员 对房间进行打扫检查 之前入住的旅客都没发现摄像头 偏偏就被罗先生看到了 他认为整个事件颇有蹊跷 这位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在红骨滩万大广场这家苹果公寓 已经工作5年了 客房内发现摄像头还是第一次遇到 事发之后 他第一时间与消费者罗先生 对此事进行了协商 作为酒店方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们愿意退还罗先生房费 并赔偿5000元 但是对方却不同意 最后双方都选择了报警处理 那么警方的调查有何进展 这个摄像头究竟是谁放的呢 我们继续来看 据了解 事发后警方第一时间对酒店监控 人员登记信息进行排查 未发现可疑人员 至于摄像头从何而来 又是谁安装的 这一切都是疑问 去经过民警的调查才能得知 那么这个摄像头究竟有没有拍到私密信息呢 记得在采访过程中 接到了苹果公寓负责人黄律师的电话 他说 对于摄像头的调查 警方已经有了定论 那么黄律师所说是否属实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南昌市公安局 红武滩分局杀警派出所了解情况 一位民警在电话里 简单介绍了关于对摄像头调查的相关情况 记者从南昌市公安局 红武滩分局行政立案告知书上看到 罗某某被偷拍案隐私案 以正式立案 随后 这位民警还告诉记者 目前摄像头已被送往公安技术部门进行检测鉴定 一旦调查清楚 及时公布结果 民警表示 案发后 他在调查摄像头来源的同时 也组织了罗先生与黄律师进行协商 可是双方在赔偿问题上分歧很大 压根无法协商 最终双方均表示 等警方调查结果公布后再进行协商 那么针对苹果公寓客房内经线摄像头一事 我国法律有何规定 如果协商不成 罗先生该如何维权 对此 栏目记者咨询了律师 对于我们酒店来讲 根据我们酒店应当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酒店清理达的过程中 应当注意是否有其他客人 或者说 是不是自己酒店员工 在里面安装了相应的摄像头 那么酒店方应当进行相应的排查 对于住客或者旅客来讲 那么他应当及时固定相关证据 并报警处理 那么根据我们治安处网法 对于这种偷拍别人隐私的情形的话 可以进行治安拘留 那么同时根据刑法的规定 非法使用这种窃听器材的话 也构成犯罪 目前警方正对此案的线索进行梳理 并请求技术部门予以支持 对此事的最新进展 记者也将会持续关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顽皮头鸟半夜工地溜达 民警合力抓捕三小时 民警感叹 这比抓犯罪嫌疑人还要难 一条绘制着五彩斑斓鲜花图案的 斑马线走红社交平台 吸引众多网友前往打卡拍照 交警则令限期恢复原状 风弹势壁 腰疼 疼 疼 喝红毛药酒 吸引疼痛 颈肩痛 手腕痛 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祥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2024重磅巨线 瑞士民调有限公司 上海中条建筑口贸易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 2024江西二套瑞士民调展 5月25号到5月31号 在南昌市干江宾馆盛大巨星 欧米嘎 浪琴 梅花 浪池 英纳格 三度市 天梭 罗马等 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联合让利 上千种名表款式 从瑞士一战直达 宣布2.55这起 机会直销 经典梅花宇宙系列万表 时长价6900元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时长价14880元 现实特价498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太平洋系列万表 时长价18800元 现实特价6980元 国共时间5月25号到31号 地址 南昌市干江宾馆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苏金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苏金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苏金剑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欺疼痛 苏金剑腰丸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记事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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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巴未骗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轻 容易赌 用轻血巴未骗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未骗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准轻血巴未骗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未骗 欢迎回来我们新闻继续 最近几年以车为家的旅行 加生活模式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宠爱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 房车出游的热度 也是持续飙升 跟前几轮有调休加持的 假期相比 即将到来的端午略显秀珍 选择房车出游 造访临间小溪 直达山间桃园 困时躺倒就睡 醒来风光无限 生活与浪漫 全都写在路上 房车的话 可以停在这个溪流边上 可以采水 然后去摸螺 摸鱼 还有这个烧烤呀 晚上有这个烟花呀 有露营的氛围呀 将端午雨年假打包 形成计划 在一周以上的朋友 今年把视线 转向了大火的 阿勒泰及周边区域 跨越草原 沙漠 石头城 从招苏花海 塞里木湖到独库公路 每个目的地都别有一番风情 如果不想开局 就耗掉大量精力 您甚至可以选择 飞抵新疆之后 再就地取车出游 像新疆这边 我们在乌鲁木齐 伊宁 喀什都可以提还车的 那在清甘这边 兰州 西宁 敦煌也都有 初次想提严重房车 又不太敢开车的话 也可以选择我们一个房车 私家团 这个路线我们是带有 司机管家来帮大家开车的 专业人士提醒 驾驶房车出行 请提前准备必要的换洗衣物 做好路线规划 随时留意交通动态 跟气候变化 都市频道记得编辑报道 前两天凌晨 云南昆明 曹海环湖路边的一处工地上 突然窜出一团巨大的黑影 把工地上的人吓得不轻 仔细一看啊 黑影 原来是一只鸟 鸟鸟 是从那个路里抓紧来的 他从那个路上那里 我从那里 我们把鸟鸟先回来 然后后面 这是你开车车吗 嗯 他说他中间的鸟 也被他跳出来 我还差了 我说是人命啊 如果不可能是我人嘛 有啥搞的 嗯 咱就比我车子还搞不了 去到现场后 就看到一只体型高大的鸟鸟 在那里掀逛 因为当时出警的人数只有两个人 然后也不方便将其控制啊 这些后面就 我们就跟指挥中心汇报了这个情况 然后让指挥中心的 安排这个森警的来支援 因为也不敢有那些过激的行为 怕刺激鸟鸟 它乱跑啊 或者攻击我们 于是民警在现场 好好守着这只鸟鸟 防止它又乱跑 几分钟后 森警赶来 大家开始商量 该怎么抓住这个大家伙 抓捕工具也是无所不用契机 什么抓捕器啊 防暴盾啊 约束绳等等 能用上的都用上了 后面经过长达 将近三个小时 因为12点去出的警 后面是三点左右才将它带回锁上 然后也是将它的体力耗尽以后 才进行的抓捕 后面用抓捕器 控制的脚将它抓到 那个按倒以后 其他人也就上去控制着 给它拿着 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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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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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过得很急 好好好 可以 涨水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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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捕难度比我们去抓嫌疑人感觉还要精心动魄 还要刺激 因为这些动物它行为不受抑制控制 它也不像人一样 它能听懂你说什么话这些 所以整个抓捕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因为一方面要控制它怕它乱跑 然后怕它伤到其他人 然后抓捕的时候也不敢去旁动 随后经过调查走访 明介联系上鸵鸟主人张先生 这个鸵鸟是你的吗 这个是昨天晚上有人报警 说是我们带回来的一个 那现在就交给你了 张先生说 可能是自己卷养鸵鸟的设施出了问题 这才导致鸵鸟出走 明介叮嘱他 一定要加强看管 以防鸵鸟再乱跑 这两天 广西南宁临归路上一条 绘制着五彩斑斓鲜花图案的斑马线走红社交平台 吸引了众多网友前往打卡拍照 但车来车往的马路上 行人肆意在斑马线上停留拍照 也不免让人心生顾虑 根据社交平台上的指引 记者很快找到了这条网红斑马线 上面绘制有五颜六色盛开的花卉 确实显眼独特 与其他道路中规中矩的斑马线相比 的确度数一致 除了绽放的鲜花 一句句极具网络语言色彩的俏皮话 同样令人忍俊不禁 有网友专程前来打卡拍照 当然习惯了城市中一成不变的单一 如此色彩斑斓的斑马线 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也难怪不少市民慕名而来 不过行人们随意穿行 甚至停留在斑马线上 在车流中取景拍照的行为 也不免让人捏一把汗 也会怕有危险 但是也要看车 肯定是要先让车 不可能 虽然说是斑马线 在这个位置打卡 肯定是不能说 让车停下来给你拍照的 花开斑马线 尽管别具浪漫主义色彩 但交警部门走访调查后发现 斑马线上的彩绘 为附近楼盘开发商私自绘制 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设置 移动 占用 损毁交通信号灯 交通信号标志标显 目前设置的这些 不符合标准的 容易引起驾驶员的分心 驾驶分心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 交通事故演化 我们是已经责令了 相关的设置方 限期恢复原状 预计的话 应该是在今天准备完成 大家都知道 高速公路上车速是非常快的 为了行程安全 一定要按道行驶 但是有些司机为了方便 偏要违反规定 最近就有这么一位 胆大的轿车司机 居然敢在高速公路的隧道里逆行 通过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一辆白色轿车 在临级高速近施岭隧道内 逆行与一辆正常行驶的 面包车正面相撞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直接怼 正面怼上来 这么快的速度 正面怼上 又带了一把方向 不带方向 直接怼头了 逆行车辆驾驶员说 因为对路线不熟 所以错过了高速出口 之后 他又稀里糊涂地逆行 驶入了近施岭隧道 索性只是轻微寡蹭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民警对这位驾驶员 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即12分的处罚 高速公路是单向 全封闭快速通行道路 逆行形势属于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严重威胁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 隧道内灯光弱 视线差 隧道内行车 应适当减速 开启进光灯 与前车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严禁变更车道 超车等行为 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最近陕西西安交警坝桥大队的民警 接到市民举报 有人在深夜飘移炫寂 噪音严重影响了群众休息 5月21日 5月21日 我终对家道群众举报 5月20日晚上10点30分 在坝柳一路 与坊源六路 丁的路口 一辆无牌黑色奔驰 在斑马县附近 原地飘移 产生了很大的噪音 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 我们一开始联系当事人 当事人的电话里 一开始是不承认 自己的违法事实 随后在我们提供证据面前 当事人承认了 自己的违法事实 根据中华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案件法第11条 根据当事人交代 当天夜晚 他认为时间已经很晚 路上车不多 行人也不多 于是他开着车 来到现场 在斑马县上飘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当事人为悬挂 经车号牌 我们对其做出 罚款200元 G9分处理 当事人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我们做出 罚款200元G3分处理 因其驾驶证 合计扣满12分 我们对其驾驶证 进行了扣留 今后我将认真吸取这次深刻的教训 在此我向我对我打扰休息的居民说声深深的抱歉 从今以后已经真记守法 在居民区开车不按规定名敌 飘移等不文明驾驶行为 产生大量噪音 都会打扰考生休息 影响了考生被考状态 高考对于每位考生 都是一件人生大事 希望各驾驶员朋友 能够规范文明驾驶 不要开这种危险车 噪音车 快速扫描国内省内民生大事 进入今天的资讯快报 国家医保局24号发布通知 明确要落实好三名医改取得的制度性成果 通知明确 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 纳入医保定点 方便农村居民就医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披露 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 垃圾分类覆盖率达92.6% 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 21个省份173个城市 出台了垃圾分类方面的 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 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 记者24号从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获悉 肝院近日完成了世界活体人的 临床辅助一种肝移植手术 成功将转基因猪肝脏 移植到了一位肝癌重症患者身上 该手术是世界首例诸道人的 临床辅助一种肝移植手术 也是全球第五例临床一种 器官移植手术 标志着中国科学家 在相关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来自中国广和集团的消息 今天广西防城港核电站 华龙一号四号机组 完成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 广西防城港核电站四号机组 和三号机组 均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两台机组年发电量 可达181千瓦时 能够满足200万人口的 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 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超 543.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1483.2万吨 第十一届世界残疾人 田径锦标赛 24号在日本神户迎来重头戏 由周国华 王浩 文小燕 胡阳组成的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 接力预赛和决赛 连续刷新队伍最好成绩收获冠军 今天本次赛事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中国队目前以26金26银21桶 暂列金牌榜第一 亚足联24号发布公告表示 中国将举办2025年U20男足亚洲杯 此外 由于国际足联决定 从2025年开始 将U17男足世界杯 由原来的每两年一届 调整为每年一届 亚足联宣布 从2025年开始 将U17亚洲杯的预选赛和正赛 也调整为每年举办一次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家有收藏 继续关注 是非遗传承人周末特别节目 今天关注的是 上饶延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连字纸制作记忆传承人汪玲 看上饶延山特产 连字纸是如何造出来的 方寒是必 腰疼 腿疼 疼 喝红毛药酒 心疼痛 颈肩痛 手腕痛 痛 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降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太康拜博关注口腔种植30亿年 让普通的种牙变得更舒适 让复杂的种牙变得更轻松 不一唱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让种植牙更便捷 快乐看牙 孩子的口腔健康 拜博与您共同守护 牙齿矫正 到每颗牙齿找到它更美的位置 牙齿要种好 还是选拜博 江西二套联合拜博口腔 推出大型工艺种牙活动 只要您有牙缺失 牙松动 就可领取3000元种牙补贴 马上拨打0791-8770-3668 牙齿要种好 还是选拜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滑雪冠军贾利亚 热烈祝贺都市严选滋补养生节盛大开启 买正宗西洋身 买纯正铁皮石壶 买原产地文山三七 买大品牌零食包子粉 就来都市严选滋补养生节 让您在享受健康的同时 更能享受到冠军的品质和实惠 冠军的品质让您滋补有效 更放心 八十头文山三七 每斤仅需99元 香生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送一斤 江中大品牌零食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 送三盒 各类资补佳品 均可电话订购 获到付款 都市严选 七年资补老店 值得信赖 活动地址 南昌 井冈山大道 飓风大厦一楼都市严选 要知道 贵以砖 砖 更对证 书筋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书筋剑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2024重磅巨线 大型瑞士名表直供战略 合作项目 落地南昌 瑞士名表有限公司 上海中表建筑口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江西二套瑞士名表展 5月25号到5月31号 在南昌市赶江宾馆 盛大巨型 Omega 浪琴 梅花 浪池 英纳格 三度市 天梭 罗马等十五个瑞士 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联合让利 上千种名表款式 从瑞士一战直达 全部2.55这起 本届江西二套瑞士名表展 就是由我们江西二套 联合瑞士手表有限公司 和上海中表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承办的 展会上的手表 都是从瑞士原装进口 这都有瑞士原产地证明 检测证明 进口报关单等 齐全的进口手续 真正的瑞士生产 瑞士组装 瑞士校队 正品行货 品质保真 全国联保 支持本地售后服务 展会全程 还有我们江西二套 全程品质监督把关 真正的让消费者购买 有保障 放心购 更省钱 经典梅花于宙思列万表 时长价6900元 现实特价276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大师系列 男士万表 时长价14880元 现实特价4980元 瑞士原装进口太平洋系列万表 时长价18800元 现实特价6980元 18K金 非凡真品系列大金表 时长价32400元 现实特价10800元 24K金香钻世纪龙腾大金表 市场价38800元 现实特价15800元 活动时间5月25号到31号 地址南昌市甘江宾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赌拉 赌拉 这茶壶赌拉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清血八味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清血八味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味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清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准清血八味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喝气血锅本口不腻 三晚起下至失眠 睡得安稳 清血糖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和气血 顾本口服业 教育收藏 继续关注 我是飞移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本周我们的栏目组来到了上饶市延山县 找到了这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联四纸制作记忆 这联四纸又叫联石纸 是上饶延山县的特产 素有受纸千年的成语 2006年联四纸的制作记忆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项目年轻一代的传承人 近距离的了解联四纸 在上饶延山城坊老街上走几步就能看到纸方 据说在古代这样的坐纸方在延山县遍地都是 而坐纸的工艺也有72道工序之多 其实联四纸这个名称的话是始于后汉 宋元时期以破具名声 但是在明清时期是它使用的最广泛的时候 为什么叫联四呢 联四怎么说呢 它就像我们现在的纸张的规格一样的 就是A3A四纸的规格 其实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连五连六 连四就是可能它的规格尺寸 适合于当时的这种印书啊或者的写字啊 然后就一直流传下来的 联四纸它其实是作为贡品 那个时候是作为贡品上贡朝廷的 属于官方用纸用的比较多 就是仅限于一部分高端人群是吧 是的 因为它属于我们祖子类的天花板 就是作为贡品上贡朝廷来皇帝用的 或者是印一些经典的一些史籍印刷用 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四虎全书部分 以及十七史都是用连四纸印刷的 其实好多家族的那种族谱 他们也会用我们的连四纸来印 所以好多现在有些家族 他要重新印族谱嘛 他们把他们的那个族谱 老的族谱拿出来给我们看 就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连四纸 其实好多人就问 我们的连四纸跟宣子有什么区别 因为在大众里的话 就是宣子会接受的比较多嘛 对 对 对 用的人群也很广泛 是的 是的 其实宣子它是用青檀素皮和撒连刀炒做的 首先从原材料上面就不一样 我们是用立下前后的热毛竹做的 然后工序可能也不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可能工序会更繁琐一些 要求也更高 我们现在看到的 把竹子切割成大小等分的竹段 堆叠马放在一起 就是其中一道工序发酵制丝 约60天后 待毛竹断面由乳白色浆叶渗出后 断水三天发酵 再行淋水 预计这个过程要100天的时间 而这样泡发出来的竹丝 才是最合适的 清洗后 毛竹里的黄色基本被剔除 我们就是 莲丝纸有一个天然漂白的工序 它这个工序历史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就是用自然中的阳光入晒 然后下雨冲林 然后就把里面的我们虫子 或者一些东西 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给去掉 就是去腹存清 然后就是 就保存着这个纸粘 就是有明密细嫩 防虫耐热 久不变色的这个特质 就是其实为什么要选择立下前后的这个嫩毛竹呢 砍太早了呢 就是竹纤维没有很多 砍太老了呢 它那个竹子的纤维 它就老了 就是做不成这种细腻的纸 只能做一些比较粗糙的纸 好 下面来关注全省72小时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多云25到33度 明天多云转雷震雨25到34度 后天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 九江今天轻转多云23到34度 明天多云转雷震雨24到34度 后天小雨转雷17到29度 宜春今天多云23到34度 明天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 后天大雨转震雨21到26度 平江今天轻转多云25到36度 明天多云转大雨25到36度 后天大雨转小雨21到27度 新雨今天多云25到33度 明天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 后天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 辅州今天多云24到33度 明天多云转雷震雨25到34度 后天暴雨转中雨20到26度 英潭今天多云24到34度 明天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 后天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 请德镇今天多云23到34度 明天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 后天小雨19到26度 上饶今天多云23到34度 明天多云22到34度 后天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 吉安青天晴转多云25到34度 明天雷震雨转大雨25到35度 后天暴雨转小雨21到27度 辅州今天多云24到32度 明天中雨24到32度 后天大雨转雷震雨23到29度 南昌今天多云25到33度 明天多云转雷震雨25到34度 后天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 记录夏季受黄河水位回落影响 位于秦境峡谷中段的黄河湖口瀑布 水量骤减 此时的黄河水变轻 呈碧绿色 瀑布落差增大 滔滔白浪飞流直下 溅起的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 出现阵阵彩虹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稍后您将看到 重复购买了演唱会门票 猫眼平台退票却要收50%手续费 消费者觉得不合理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我在妈妈肚子里迷路了 妈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优伯剖背书 精准营养 四维一体 自护提升 剖工产专严奶粉 就选优伯抛背书 腰疼 腿疼 行动不变 疼和红毛药酒 紧肩痛 手腕痛 虚身不力 痛和红毛药酒 肾虚腰酸 尿品起液 气虚血亏 虚和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传承二百八十余年 精选六十七味中药 调皮肾 不进去 痛经络 强筋骨 趋风寒 止疼痛 按疗程坚持服用 治病又强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喝气血锅本口服夜 三晚情下至失眠 睡得二轮 精神好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喝气血锅本口服夜 滋补养生 健康相伴 活力满满 大家好 我是武术冠军 王宗南 都市严选滋补养生节 闻山三期 加拿大西洋生 霍山铁皮石湖 西藏纳雪虫草 印尼进口燕窝 大连海参等各类地道滋补佳品 打造冠军的品质 让您滋补无忧更放心 八十头文山三期 每斤仅需九十九元 香生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湖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滋补特价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 松三盒 各类滋补佳品 均可电话订购 扩道付款 都市严选 七年滋补老店 值得信赖 活动地址 南昌 金刚山大道 飓风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原九四医院正对面 每个你 像平凡星光 却明亮生辉 闪耀着奋斗的颜色 每个我 不履不提 浑洒的汗水 是坚定向前的证明 每一刻幸福着 大道同行 你我并肩 在城市里 旷行能量 与青山绿水相拥 与幸福美好相伴 幸福江西奋斗向前 2024润田翠 幸福江西行万人 见步走 用奋斗创造奇迹 青春 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就喝润甜脆 润甜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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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像你三高 血年潮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青血八卫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毒 用青血八卫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青血八卫片 传承 270余年 青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准青血八卫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卫片 欢迎回来我们新闻继续 近日万载县花炮制 正式由中国人文科技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万载县花炮制 从2012年启动编撰工作 到正式出版发行 历时十二载 全书收集了万载花炮 发展全过程 及行业现状 大式纪要 内容包括组织机构 产品质量 安全生产 产品销售 花炮科研 花炮燃放 产业宣传 花炮人物等 按照产品 加工 销售 安全 科研 管理文化等内容 进行分数 所有资料 截止到2023年12月底 为了让读者更加了解 烟花和爆炮这两种产品 还特意将万载烟花 万载爆炮 分两个章节 进行单独分数 使脉络更加清晰 从而避免读者 将其混为一谈 万载县花炮制 从2012年5月份开始 编写了12年 前诗有80万字 分为15个当节 插出256张 这是我们前提 编撰人物的 新学结晶 堪股存心之 能为万载发炮产业 和万载发炮人 尽一点棉破之力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万载县是全国烟花爆炮 四大主产区之一 是经国家批准命名的 中国烟花爆炮之乡 生产烟花爆炮 史于堂 胜于送 距今近1400年历史 万载花炮传统生产工艺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万载县花炮制的编撰出版 填补了万载历史上 无花炮典籍的空白 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份 较为详实完整的花炮史料 万载台杨生黄金副报道 今年5月26号到6月1号 是全国科技活动周 赶州余都县九章路小学 近日开展了以科创启航 意韵飞扬为主题的 校园科技艺术节 让全体师生近距离地感受 科技的魅力 点燃学生心中的科技之火 活动现场 校园内洋溢着浓厚的科技氛围 从入口处的科技展示牌 到展出的科技作品 再到科技体验区的互动项目 处处彰显着科技的魅力 学生们纷纷驻足观看 动手操作 沉浸在这场科技盛宴中 本次活动设置了多个科技体验区 包括人造闪电 乒乓球 机关炮 机器狗 科学火焰等 形式新银有趣 科技元素多样 学生们通过亲自操作体验 深入了解科技的魅力和应用领域 感受着科技神奇的魅力 这次科技节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扩展了我们的事业 见证了科技的神奇 今后我将努力学习 遥游太空 为强大的主角贡献力量 同时各年级各班级 还开展了实验游园活动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科学实验 他们通过动手操作 观察实验现象 探索科学原理 不仅增长了知识 还锻炼了动手能力 这次活动的话 为孩子们感受科学技术 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孩子们玩得都非常的开心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 其实对于提高孩子的 逻辑思维能力 以及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孩子们都有很大的提升 余都台报道 吉南筹判 我帮你办 下面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观众反映的问题 需要解决 进入今天的干问热线曝光台 南昌青山湖区的吴先生反映 彭桥路东方塞纳小区西门口 是玉带河公园 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就有人跳广场舞 音响声音放得很大 因为没有人管 现在队伍越来越多 南昌县的肖先生反映 宝吉半岛小区一起有个汉庭快捷酒店 酒店的污水馆在小区里面 污水常年溢出 流到充电棚路面上臭气熏天 居民向物业反映多次也未解决 南昌鸿谷滩区的胡女士反映 5月16号 她和朋友同时在猫眼和大麦平台 购买了演唱会的票 都预定成功了 大麦平台已经出了票 购票须之上写的重复订单会整单整退 当时联络猫眼平台退票 答复退票要收50%的手续费 胡女士觉得不合理 日前 新于分一线的黄先生反映 她去年8月份在家打磨机 打磨切菜板的时候 弄伤了脚和肩膀住院了 在医院办理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时 说需要做调查 直到今年3月份才有人上门调查 但至今没有下文了 一直没有报销 节目播出后 分一线医保局工作人员回应 因为调查的时候不是第一现场 所以此事存疑 报销暂还没有批复下来 日前南昌青云浦区的黄先生反映 中大会小区正在维修地下车库的地面 物业直接把车库完全封闭了 现在只能在马路上停车 经常被贴单 大家希望物业能合理规划 给居民协调好停车的地方 节目播出后 中大会物业工作人员回应 现在已经安排了区域供居民停车 车库维修到5月27号就能正常使用了 好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在直播间开通我们的新闻热线 我们的号码是0791-8831-6800 美 你好 你好 我想把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金沙大道 跟那个金枝路交叉的那个红绿灯 那个路口那里 那个有那个化分池的污水泄漏了 已经半个多月都没能处理 在红绿灯的路口说在马路中间吗 您刚刚说的是这个红绿灯的路口 是在这个马路中间渗出来 它应该是哪里有破裂还是什么 反正其他地方流到那个地方 然后就聚集在那里 聚集到一块地方 那具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您知道吗 红绿灯交叉的那个地方 具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应该是从那个应该是我看的是那个 因为它禁制路那里是一个斜坡 应该是从那斜坡上禁制路 那个地方流出来的吧 这种情况有很久了 喂 您好 还在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